今天我上傳一個文章 那很多人問我說 其實也沒有人啦 我的專業沒有什麼人 就是想跟大家澄清一下 這個文章確實是我發布的 我想說再把這個文章再用影片 再重新陳述一遍 因為我相信大家 大家看這文章 可能也不完全表達我的意思 那我中間還會再穿插我自己的 一些補充這樣子 就是喔這個 這個文章看到沒有 台灣廢死聯盟怒了 然後他就是退出那個 法務部的廢死小組 然後說因為他很廢 那 我來發表一下我的看 看法 因為我認為喔 廢死聯盟他假如說 他其實有主張他自己 他的 主張他自己 這個 訴求權利啊 就是說 假如說一個死刑犯被槍決了 他可以表達 遺憾你懂嗎 他可以表達說 我就覺得 這個死刑犯 被槍決之類的 不符合這個 國際上的法條 覺得很遺憾 然後 不然就是表達什麼槍 可以靜坐 我絕食抗議 我覺得 我沒有什麼 好去阻擋 但他說一句話 我就覺得 我情緒就上來了 他說什麼 法務部 藐視司法 知義違法 執行死刑 所以廢死聯盟 決定退出 法務部 逐步廢除死刑 研究 推動小組 只是研究推動啦 因為他很廢 我就想說 哇哩哩 執行死刑 叫做藐視司法 我真的以為說 立法院是廢死聯盟開的 差點以為啦 我是認為說 所謂的人權 我之前 在我讀大學的時候 聽過老師講一句話 人權喔 只是政府給人民的裝飾品啦 遇到什麼 天災啦 一些 疾病啦 戰爭啦 你人權都是個屁 還談什麼人 人權 你遇到天災 遇到颱風地震來 或什麼疾病 什麼SARS啊 像現在什麼 新冠肺炎 或武漢肺炎 或者是戰爭 他媽你人權根本就是屁 你還去談什麼人 人權 人權只是一個政府給人民的裝飾品 一個在成平時期的裝飾品 懂嗎 不要把人權 不要把人權講得好像我們天生就富有 你他媽的 我告訴你 人權在 在其實很多狀況下都沒有用啦 齁 這是我的看法 那我繼續再唸 唸我下面 我這樣說 我沒看到 親眼的犯行 或者情緒犯等等 我認為死刑喔 廢除是有討論的空間啦 但無差別的犯行 重大泯滅人性 罪證確鑿犯行 或者 非情緒犯等 齁 這只有一條路啦 讓這些犯人死吧 不要跟我談什麼精神病啦 我他媽的 我從小學喔 到現在我都在看精神病 我就看看精神科啦 也算是半個精神病患啦 阿基本上喔 也有氣到想要去殺人的時候啦 但是 你看到我現在 我有 直接故意去剝奪過他人的性命嗎 我不敢說我 間接壓 間接壓垮其中跟稻草類的方式 因為我也不敢說我 完全沒有霸凌過別人 但是我這個人也是 了解我的人就知道我受的霸凌 遠多過我霸凌別人的事 事數阿 就覺得喔 說 我的精神病真的不是什麼 逃避死 精神病患絕對不是什麼 逃避死的方式 我他媽我 我精神病 二十 二十四年 二十七年 我他媽沒有殺過一個人阿 憑什麼那些精神病患他們 自己說 喔自己有精神病 自己有什麼 思覺失調症 就逃避死刑 他媽我我我我 我精神病那麼多年 我怎麼沒有殺過人阿 根本就是 藉口 精神病患 可以精神病患到殺人 他們 那麼 我們要精神科幹 幹嗎 精神科 醫生通通通通都 去跳核算了 對不對 一群瘋子 什麼精神病都是藉口阿 紓壓方式有很多種 你懂阿 絕對不是說什麼 剝奪 剝奪別人性命阿 那些殺人魔真的是 我不知道哪在想什麼 泯滅人性 什麼 潑汽油阿 然後去嗆法官阿 那就是我都 你說他有精神病 我也不 我也不相信 還用那些什麼精神病患 冰神病去做他的藉口 思覺失調症 做他們藉口 當我是傻子阿 既然用泯滅人性的犯行 來剝奪他人生命 最好的 隔離醫方式 就是讓這些犯人也 嘗到相對一點的痛苦 其實基本上我們 死心死心的方式 也是非常的人道 非常人權阿 還有讓他打麻藥阿 這個 相信大家都沒有疑義 如果真的我們要像廢死聯盟 想像的廢除死心的話 那我乾脆也來殺人就好啦 對不對 對不對 反正也不用怕死 殺一兩個人 也不會被判死阿 對不對 廢死聯盟 從來完全不考慮被害者枷鎖刑 對他們造成心理二死傷害 或等等之類閒身的問題 齁 大家就看新聞 我就 不要在這影片中 再繼續多說了 最重要來了 如果有死刑定驗的犯人 結果真有二等親以內的被害人 全部喔 全部二等親內的被害人家屬 那麼寬宏大量 說不要執行死刑 給他一條活路 記得要開記者會阿 以致證明 就是說你 那些家屬 全部都要來開記者會 然後向大家說 欸 這個死刑犯 不要執行死刑 我告訴你 我林陽節三個字 就在司法大廈前面喔 用屁股 畫十次阿 沒有再跟你說謊阿 就是 真的就是給你到 重慶南路 那邊的司法大廈 我就用屁股寫我林陽節三個字 十遍 只要有一次記者會 兩次寫 再寫十次 三次也一樣再寫十次 我沒有再怕了 我操 我敢說就敢做 就算是被害人家屬要搞我 就算是被害人家屬 他們說 想說 開個記者會 就有人要用屁股寫 寫字 他們想看 我也甘願去寫阿 你懂嗎 因為我用屁股寫字 安慰那些被害人家屬 也是應該的 歡迎大家截圖分享廣傳 以上內容 歡迎大家截許分享廣傳 以上條件達成 通知前來寫屁股寫字專線 0928402653 就是我本人手機阿 0928402653 請 以上請趕快截圖 截影片 歡迎大家 我真的是覺得說 廢死聯盟講的是什麼話 什麼叫做藐視司法 我們台灣就是沒有廢除死刑阿 死刑犯依法執行去被槍斃 到底到底哪裡有藐視司法 到底哪裡有什麼非法執行之處 我真的是 我頭殼想破完全無法理解這樣子 那再說 那最後就是我 說一個笑話 歐盟成員國廢除死刑 結果那些恐攻戰士發動重攻 那些警察喔 通常不 通常不是直接用 最小傷害方式來逮捕啦 是怎麼樣 一定都是直接擊斃的嘛 你他媽哪欸 歐洲警察在對待那些 恐攻犯子的時候 會想說 用怎麼電擊槍 或麻醉槍 或者是用網子去把犯人網 一定都是把他們擊斃嘛 對不對 那些恐攻戰士 他們一律都是直接用 擊斃嘛 應該要用最小傷害方式 來逮捕啊 對不對 比如說用網子 或是麻醉槍嘛 不要用槍直接擊斃嘛 對不對 那些恐攻 恐攻分子 他們也 他們是人啊 他們有 他們要享受人 人權啊 對不對 基本的生命權之類的 你怎麼可以隨便把它剝奪 他這只是拒捕而已嘛 連法院 法院連審判都沒審判欸 他都沒有辦法到法院面前 那些恐恐怖分分子 那些歐洲發動恐攻恐怖分子 他們連到法院陳述自己 犯譯還有辯護都沒辦法 就直接被槍斃掉 你不覺得很可憐嗎 很可悲嗎 就這樣連陳述犯譯或者是 辯解都沒有 不要說執行死刑啦 就直接被那些警察都槍斃掉 歐盟陳述國這樣做太野蠻了 那些恐攻戰士 我想我們應該維護他們的人權 讓他們 起碼 知道他們的權利義務嘛 他們在法庭上能夠陳述自己的犯譯 或者是替他們自己辯解 最重要的是他們也 該有享受沒有剝奪生命的刑期啦 他們只是拒捕啊對不對 罪不知是死 拒捕 我告訴你 不要說歐盟啦 你在台灣 你拒捕哪一項罪名是要出於死刑的 我從來沒有看過 讀台灣的法律 拒捕沒有 拒捕 沒有死刑耶 對不對 從歐盟成員國的法律來看 沒有一項罪是可以定死罪的 我說的沒有錯吧 如果歐盟成員國啦 我說歐盟成員國 沒有一項罪是可以定死罪的 你去那些東歐國家 或者是包含德義法等等 沒有一個國家的法律 允許他們 允許他們執行死刑 就算有 一定會被他們歐盟憲章打臉嘛 所以我就說啦 結論就是恐攻分子居然被這樣擊斃 可憐啦 對不對 跟我談什麼廢死情 歐洲國家在對待那些恐怖分子的時候 他們有給他們什麼機會嗎 他們連給他們 他們給他們 改過自信的機會都沒有耶 就直接被槍斃掉耶 你說好不好笑啊 還敢跟我談廢 廢死他媽的 我就覺得非常不高興 非常不爽 所以今天大家做個報告 做個陳述這樣子 那以上 我說的話 再說一遍 如果死刑定案犯人 結果真的有二等親 全部二等親以內的被害者 有那麼寬宏大量 開記者會說 不要執行死刑啦 就是那個死刑犯 不要執行死刑 給他叫活路 只要開一場記者會 不管有沒有成功 或者是說被害者家屬 想要來搞我 歡迎啦 歡迎啦 我羚羊節三個字 就在重慶南路 的司法大家前面 用我屁股 寫羚羊節寫十次 寫給大家看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來拍攝攝影 或請媒體過來 歡迎歡迎 也歡迎大家截圖這段 截取這段影片 廣傳好不好 我他媽的我就是覺得很不爽啊 對不對 講 講什麼藐視法 法 法制 我真的是 我沒有聽說過 有這種 邏輯 邏輯可以通啦 到底台灣有沒有死刑啊 我還以為台灣 死刑 已經廢除了 台灣只是 那個小主子 是 法務部 逐步廢除死刑 研究推動 只是研究推動而已啊 先 小姐 只是研究推動 還沒 只是研究而已 研究在推動中 都還沒有要廢一廢死 大家 大家想廢死嗎 死刑有廢掉嗎 沒有嗎 講什麼話嗎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感覺啦 如果大家認同我做話的話 請分享我的影片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